双截棍是一种软中带硬 柔中有钢的兵器 能收能放 短小惊悍 携带方便 近战威力无穷 是中国的一件奇门武器 普通人熟练之后 犹如两臂暴涨 如虎添翼 可打出160斤以上的力量 说到使用双截棍的人数不胜数 但影响最大的 绝对是功夫巨星李小龙 在金武门中 他凭借双截棍 把日寇打得魂飞魄散 而双截棍 也因为这部电影 风靡全球 在当时掀起一场 学习中国功夫的热潮 今天我们一起看看这部 在全国火了49年的金武门 一代武术宗师 金武门创始人霍元甲 与世唐词 他的第五弟子陈真文迅 匆匆赶到金武馆奔丧 却没能见上师傅最后一面 之后 陈真终日守在师傅林前 不吃不喝 师兄们说师傅是胃病 转感冒去世 陈真却认为 师傅的身体一向健康 其中一定有蹊跷 师傅头七之日 武馆的朋友来葬礼吊演 这时日本红口道馆主林木宽 派手下胡帆一和两个日本人来挑衅 他们送来一个牌匾 打开后 只见匾上东亚病夫四个大字 胡帆一说林木宽放出豪言 要挑战整个中华武术界 跟随而来的日本人也挑衅到 如果有人能打败他 他就把东亚病夫这四个字吃掉 陈真忍无可忍准备出手 大师兄见状 以师傅头七不生事为理由 这才拦下了陈真 胡帆一临走前还说 不服的人 可以随时来红口道场挑战 事后陈真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 扛着东亚病夫的牌匾 只身来到红口道场 他说想尝尝日本拳头的味道 有人看不下去 想出手教训他 结果不出三招 就败给了陈真 其他人看到 一拥而上 将陈真团团围住 陈真不慌不忙 脱下上衣 紧接着重拳 肘击 过肩摔 命着两个日本人转圈扫一片 看得副馆长目瞪口呆 之后因为寡步敌众被踢了一脚 陈真便拿出了专属武器 双截棍 一顿操作 看得所有人不敢上前 这时有人偷袭 陈真一棍打了他昏死过去 其他人看到一拥而上 直见陈真动作敏捷 眼疾手快 锁定敌人精准出击 脸条甩动 声响不断 双截棍 棍棍击中 被打之人 鲜血之流 剩下的人继续攻击 陈真看到 福利攻击敌人双腿 看到徒利全部倒下 场内惨叫不断 副馆长便和陈真决斗 陈真扔掉双截棍 眼神对视之后 副馆长率先攻击 抓住陈真一个过肩衰 陈真不慌不忙 一个后空翻 平稳着地 副馆长再次猛攻 陈真一个闪躲后 连续蹬脚 打到他站都站不起来 就这样 陈真打败了武馆内所有人 迎走前 他把东亚病夫的牌匾摔碎 将四个大字撕下来 塞进了之前上门嘲讽的 两个日本人的嘴里 吃 这次要你们吃纸 下次我要你们吃玻璃 回京五门途中 陈真路过公园想进去 醒醒了 干什么 进去看看不行 却看到门外一块木牌写着 狗与华人不准入内 要进去的日本人还侮辱陈真 趴下来 算你是我们日本人的狗 我带你进去 一个右摆拳 打在那人脸上 转身就把牌子凌空踢爆 围观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好心的中国人怕他有麻烦 便嫁着他离开了 林木宽得知陈真踢管后 大发雷霆 在胡翻译的怂恿下 立刻派人对金武堂 进行报复性踢管 不仅砸了后援甲的灵堂 还砸了牌位 因为来人太多 金武馆的人无力招架 结果都受了伤 林木宽还命令大师兄 三天内必须交出陈真 不然就再次上门踢管 此时回到金武馆的陈真 被众师兄一顿数落 但毕竟是自家人 大师兄知道陈真一旦被抓 便凶多吉少 就让陈真出去躲一阵子 陈真也理解师兄的苦心 便答应 晚上就离开 离开前 陈真坐在灵堂发愣 此时有两个人鬼鬼祟祟 陈真听到管事和厨子想要逃跑 原来他们是日本人的奸细 他们在生活中使用慢性毒药 将霍原甲毒死 此时正打算逃跑 陈真听到师父的死音后 盛怒之下破门而入 一个重击一拳将厨子杀死 另一个人想到后面偷袭陈真 直接被陈真连续数拳打死 你为什么要害死师父 为什么 第二天 陈真为了追查幕后真凶 留下要替师父报仇的字条 就离开了金武馆 晚上陈真来到师父幕前悼念 小师妹先来找他 陈真从小师妹口中打听到 胡翻逸可能就是背后凶手之一 陈真心中便有了计划 这天胡翻逸最寻寻的 坐上一辆人力车 却不知车夫就是陈真假扮的 陈真将胡翻逸拉到死胡同 逼他说出了师父被毒害的真相 胡翻逸却说都是日本人干的 陈真不想伤害他 他却拿起石头偷袭 陈真直接一拳把他打死 第二天 陈真把日本武馆的电话线剪断 乔装成电话维修工来到红口道场 他听到林木宽几人的对话 得知他们就是害死师父的幕后主使 摸清楚日本道馆的情况后 网上陈真再次来到红口道场 随着无数铁拳打出去 门口守卫的几个日本人尽数倒下 副馆长见撞拔刀出击 陈真灵活躲避 一个高抬腿将刀踢飞 副馆长还想请住陈真 被陈真一个机长将其放倒 刀从背后刺穿武道馆长身体 接着陈真一路杀敌 来到林木的屋内 林木拔刀准备偷袭 陈真灵活躲避跳上桌子 一个后攻番拿了防顶的木棍反击 木棍被砍断 陈真也被刺中一刀 这时陈真拿出木棍 对上林木宽的刀 一顿花式甩刺将他逼退 林木宽举刀砍来 他看准时机甩出双截棍 直接击中林木宽的额头 林木宽悬晕往后倒 陈真趁机一个上甩平扫 打掉林木宽手中的刀 林木宽又飞身攻击 陈真见状须利飞身上前 一脚踢死了林木宽 终于给师父报了仇 日本领事馆的人得知 红口道馆的日本人 全部被陈真打死 便来到金武门要人 这时陈真刚好从二楼 遣回金武门 听到小师妹等人 被寻补房为难 为了不连累金武馆其他人 陈真挺身而出 走到门口 他看到无数枪支 他大笑一声 猛地飞身跳棋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金武门》 是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电影 至今是中国功夫电影的标签 他让世界看到中国功夫 也看到中国人的精神 除了这种精神 影中李小龙惊人的双截棍绝技 被世界众多人模仿学习 就连当时的影评家都说 光看李小龙敢演的双截棍 就已足够票价了